曹植得其兄 魏文帝曹丕赐语的 玉缕金带枕回封地 途中耶稣得神女示梦 约定次日穿上相会 曹植如约前往 原来是他朝思暮想的真密 已成洛川女神 故知相会 互诉钟情 这是梅兰芳早期创造 古装歌舞剧时 编演的神话剧 取材于曹植《洛神父》 和明代汪道坤 《洛水杯杂剧》编写的 西里洛神扮相极具特色 是梅兰芳从《洛神父》中 披罗伊之璀璨兮 业务萧之清裙的意境中 设计出来的 他以在歌在舞的表演 给人以飘飘欲仙之感 舞台也打破了 一桌二椅的老格局 运用不仅灯光 烘托歌舞 使人耳目一新 唱腔典雅新颖 富于变化 又切合人物内心情感 全剧洋溢着 梅派艺术 非凡的创造精神 梅包酒演来 颇有当年奶腹之风采 反正思产出 埃典雅新颜 守飞心 法律 白泳典雅新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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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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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